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制作弧形家具 让空间中的造型不会再与生硬的家具格格不入 首先我们到Extension Warehouse找到Shapeband的 点进去画面后 向下找到安装 点下去后会跳出警告视窗 意思是这个扩充程式的版本可能跟目前Sketchup版本不相容 这时按下Yes 又会跳出中文的警告视窗 要你确定信任这个扩充程式的作者在安装 就继续点试 就能安装成功了 按下确定就能开始使用 这是一个4x4的层架组 如果还不知道怎么画 可以先看这部我们之前分享的影片 这是个万用的家具 很简单又实用 今天我们要把平整的层架 变成弧形的样式 与弧形的墙面造型搭配 这是今天练习用的档案 连结分享在下方的说明栏 透过层架组填满这座造型墙面 让柜体与墙体造型相互搭配 首先我们先把层架移动并复制到墙面两侧平整处 尺寸已经先设定过 与柜体长度相同 锁定墙体边界即可 再来就剩下中间向内凹的墙面 这时再复制一个层架出来 先不用贴起在墙上 接着在层架背面顶部画一条直线 锁定两端脚点 就像这样绘制一条简单的线段 记得这线段必须试在红色肘上 再来 使用两点弧线 在弧形墙面与柜体的焦点处画弧 弧线位置就锁定弧面墙体的中间点即可 完成后 把刚画好的弧线往外移动 锁定柜体外部 接下来就要利用这条弧线 与刚才的直线生成弧形柜体 先选取层架 点选ShapeBand 再来先点直线 这时线段两端会出现Start及End 再接着点选弧线 在层架顶部会产生红色网格 按一下键盘Enter键 就能生成弧面层架 再来把层架移动到地面 让三座层架相连接 刚才制作过程用的层架 也可以先删掉了 这时会感觉到层架上有些奇怪的阴影 先点选层架 接着到右侧找到柔化边线 把发线之间的角度稍微移动一下 大概到35度左右 就会正常 接着来边修重叠的模型 转到底部会发现有几处与隔壁的层架与墙体重叠 为了让模型干净利落 稍微处理一下 首先把后方的墙面复制一个出来 这时可以按下键盘向上方向键锁定蓝色轴 再来到工具 点选实心工具 相剪 这时滑鼠游标盘会出现一个2的标示 点一下层架就完成弧线部分的边修了 转到底部 会看到层架与弧面墙体紧密贴合 不会出现重叠的闪烁面 虽然在底部看不到 但万一未来需要做3D列印或更进阶的模型边修 干净的模型总是比较好处理 再来是两边凸出去隔壁层架的地方 先在层架的边上画一个矩形 使用推拉工具向上拉 超过层架高度即可 再来到刚画好的长方体上点三下全选 向左侧复制 锁定到另一个层架的右侧 接着将两个长方体都全选 转为元件 把长方体向墙面方向推 至少让长方体穿过整个层架 再来就使用实心工具 相剪 出现2之后 点选弧形层架 就完成了 透过这样的设计 可以让空间与家具相融合 避免浪费空间 接下来看看我们加上摆设后的成果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帮我们按赞 分享 也别忘了订阅 及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